憲哥想問一個一個問題 就是說柯文哲他自稱他內心裡面還是深綠的 然後他的國防外交要繼續走蔡英文的路線 那你怎麼看他這樣子 我很高興他能夠講出這一段話啦 因為基本上他兩個禮拜前 基本上他 對對對 不要給調查局啊 那個基本上他兩個禮拜前拒絕了藍白河 我覺得他的大方向就是對的 不要跟魔鬼交易 至少你柯文哲男子和大丈夫你站出來 為你的白色力量 那麼做一個總結 對白色力量的支持者要有一個交代 這才是對的嘛 所以我相信在他內心的深處 他確實是默綠的 這一點我是相信他 主席昨天專訪說自己是深綠 但之前主席才說民進黨比國民黨更可惡 江其文主席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吳欣代也有批評說你民調下跌又要開始深綠 那主席怎麼回應 第一點喔 深綠是我的初生背景 我從來不避諱這一點 因為我是228家族 問題是喔 如果當台...我也常常用那個例子 我在台大當醫生 病人送到急診處 難道如果問他說你民進黨也國民黨 這也是為什麼當年邵小玲要幫忙 我們幫他裝葉克模 連勝文中槍我們也是幫他開刀 阿扁有一天身心症我們也是幫他看 所以是這樣喔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然後下面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一次... 我這一次你知道喔 在我們那個不分區立委提名 我真的是力排眾議 人家說阿你怎麼會讓那個... 外配、陸配要進我們的那個安全名單 我說這是一種思想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社會 我再講一遍喔 我們都有不同的過去 問題是我們活在共同的現在 然後下面一題大家就要思考 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你有講到就是說 未來你的外交路線會延續 蔡英文的外交路線 那想問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你之前多所... 對蔡總統的外交的政策 是有多所批評的 那這樣子會不會變成是一種大獵 那還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賴清德他也是遵循 蔡總統的外交路線 那這樣你們兩個的路線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點喔 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可以撐到這個地方 OK 所以實際上是美國也是這樣認為 但是第一點喔 這是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你們那個黨先有台獨黨 剛剛有一大堆東西 所以他能夠 在這個包袱之下 維持這樣 我認為他已經是盡力 OK 但是對我來講 我沒有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更比他更靈活 還有一點喔 我也認為喔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不管誰執政 大肆不會改變 會改變的是應對中國的方法跟態度 所以在外交方面 我覺得如果特別是指台美關係的話 我相信不管哪一組候選人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改變 會改變的是對中國的態度 民進黨完全不來往不對 國民黨太順從也不對 我們總是可以取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常常在講喔 我們現在選的是台灣的總統 既不是中國的省長 也不是美國的州長 我想請教 就是你之前在節目上有談到說 2017年台北市大運不能放國旗 那總統蔡英文能夠出席這個開幕式是 您用兩岸一家親換來的 那這句話是怎麼說 會認為說自己被抹紅是委屈嗎 那第一點喔 2017世大運你知道 常常是這樣 常常媒體每天跟你抹紅 然後事後被發現 那個真的就是抹紅 我隨便講一個 黑衣人事件 他說那個有人拿那個 那個什麼 台灣 對 象徵台灣的旗子進去 然後就被拖出去 我跟大家講 世大運的 只要總統到了 那個場地你知道 他是國安局跟憲兵隊在管的 那根本就不歸台北市政府在管 然後被拖出去 就開始造謠說什麼是柯文哲的人 把他拖出去 一年以後法院判決 國安局要賠那個人十萬塊 我印象都是賠十萬塊 問題是他一整年都要抹紅 所以這個是 柯文哲把他拖出去 你要知道齁 按照目前國際奧委會的規定 不可以有任何 含有政治意涵的旗子進場 全世界你知道 每個國家 國旗就是廢旗 所以他們 因為國旗就是廢旗 所以他們拿國旗進場的時候 他們說這是廢旗 所以國旗是唯一可以 免於這條限制 再講一遍 國際奧委會的規定 不得不可以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旗子進場 只是因為全世界都是國旗就是兼廢旗 所以這國旗被當作廢旗說可以進場 全世界這個國家不能進場叫台灣 這也是跟對岸距離力爭 我說 我說在台灣舉辦 你要怎麼跟台灣人解釋說 他不可以拿國旗進場 所以當時跟世大運委員會的妥協方案 就說那這樣好了 廢場裡面就是運動場裡面不要進 但是觀眾席還是給他進 你要知道 前一年那個禮樂奧運 有人批國旗進場就被趕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台灣在國際上有他的困難 這也是國際事實 但是我的態度 我們遇到困難不是自暴自棄 也不是說自我跑掉 我們應該還是要盡我們最大的力量重返國際社會 不然台灣永遠是世界的孤兒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我跟你講民進黨每天在抹紅人家 算了不要再講那什麼親中舔台 親中舔共 那個不要再講 主席今天想問一下 因為你要來衝刺選情 那要回歸你最拿手的空戰 那你現在自製的節目KTTV 今天也要上線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內容進行的形式大概是怎麼樣 第一點在台灣歷史上 從來沒有說 用這種連續性的直播 來做一個選戰的方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很簡單 我晚上回家打開那個選台器 我都不敢看 其實每一台都在罵柯文哲 天啊 你說一台罵就算了 每一台 那黃珊珊說她要去買廣告 結果現在電視台連廣告都不賣我們 她不只是把那個新聞封殺 坦白講我今天還好看 我剛才算一下有18次KAMELA 不過你們拍回去 還是只有講我壞話的會留下來 好的還是出不來 那這怎麼辦 只要靠自己怎麼辦 只要弄一個KPTV 我們只要建立自己的頻道 那至於內容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要維持一個 我們一開始人也沒有很多 好不容易租的器材 他說一個月一萬塊租給我們 一天啦 一天一萬塊租給我們 今天臨時要找什麼導播人才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很多是委外 那原則上是一開始是先做八個鐘頭 大概八個鐘頭 慢慢的慢慢再來 比較熟再慢慢延長那個時間 大概策略是這樣 你說為什麼要設這個 傳統媒體全部被封殺了 我還問他說一定要買新聞嗎 他說壞新聞是不用 我說那算了算了